又到周末 如果有一个资产经济大好的时候 它反而会跌 经济一般它就升少少 而经济差的时候它反而会升 那你认为这个资产有没有价值呢? 值不值得投资呢? 如果你认为这个资产除了有些反常之外 和一般的投资都差不多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股市和经济状况是挂钩的 所以投资股票的风险最主要就是当经济差的时候 但是如果和刚刚说的资产结合 成为一个投资组合 那就无论经济好和差 一样可以赚到回报 投资的目的不外乎就是 尽量提高回报和风险之间的比例 如果风险是零的话 这个比例就无限大了 那究竟有没有这种反向的资产呢? 这个短片就会给出一个答案了 这个短片会说 如何结合资产就可以提升回报 减低风险 和股市走势反向的资产 当然我们会想到 沽出股票指数期货 就是可以得到这种回报 但这个不行 因为将它和股票投资结合 回报就刚好是零 是没有风险 但也没有回报 所以这种反向资产令人趋之若傲 但又非常罕有 黄金是有这个特性的 如果我们看1994年到2020年期间 黄金的连回报 和美国标准普尔指数的连回报 相关系数是-0.13 相关系数的数值可以由-1到-1 数值如果是-1 就代表两组回报是完全同步 如果-1 就代表它们走势刚刚相反 而如果数值是-0 就代表它们走势之间没什么关系 所以投资黄金的每年回报 和美国股市走势整体来说是有些相反的 而投资在黄金26年里面 平均年回报都有4% 所以如果我们将资金三分之一 投资在标准普尔 另外三分之二买黄金 这个金股组合每年回报的波幅 以标准差去计算 就是10% 这个比起单投资在S&P的18%波幅 减低了差不多一本 而单投资在美股的最差回报年份 就是2002年和2008年 回报是-22%和-37% 金股组合最差回报年份 就是2000年和2013年 回报都是-8% 我们可以看到风险 确实减低了很多 虽然我们看到风险是低了 风险和回报的比例也改善了 但是回报率就减少了 只有每年平均6.7% 虽然有人会认为 只要加杠杆 就可以放大回报 而仍然能够享有 比较好的风险回报比例 但是这个做法是忽略了追加按金的风险 就是补仓了 究竟有没有一些 这就是房地产信托基金 接着我们就会分析 结合股票和REITS 究竟可以如何改善投资表现 美国的REITS指数 包含了美国上市的房地产信托基金表现 这个指数1995年到2020年期间 平均每年回报9.5% 这个是包含股息和股价的上升 而波幅以标准差计是18.7% 这两个数字和整体股市S&P的数字是接近 而它和标准普尔的相关係数是0.43% 虽然就不是黄金那么反向 但是都可以提供到一定的减风险功能 而且房地产信托和其他股票回报的相关性 其实应该比0.43%是再低一些 因为S&P本身是包含了部分的房地产信托基金的股票 如果我们将资金一半投资在S&P 另一半投资在Britz上 26年里面平均年回报是10.2% 跟单单投资在S&P就分别不大了 但是波幅就跌到15.6% 而最差表现的年份 这个组合都是2002年和2008年 分别跌8%和跌37% 跟单单投资在S&P的风险下降了 虽然我们看到在2008年的亏损程度 其实就没有分别 因为2008年股市大跌 正正是由于房地产市场引致 如果我们再看房地产基金指数的分类指数 观察到的是住宅物业和护理物业的表现是最好 无论是平均年回报和波幅都比平均数是好一点的 而更加重要的是 它们和整体S&P的相关系数是再低一点的 而表现较差的是办公室和零售物业的房地产信托基金 如果我们用住宅RIX和狐狸RIX 分别一样是一半资金买入房地产信托基金 另一半买入S&P 组合成一个投资组合 它们两个投资组合的年平均回报 平均波幅的数字就可以见到这个表 可以看到 和S&P的表现比较 组合回报是升到11% 而风险就跌了3-4% 而这两个组合的最差年份 都仍然是2002年和2008年 回报分别是-14%和-31% 和医疗、护理、房地产信托基金结合的组合-9%和-24% 那这两个下跌的数字 都是比单单投资在S&P更加好的 利用房地产信托和其他股票组成一个投资组合似乎很好 回报升了,风险少了 那所以我就会用REITS再加其他股票作为一个投资方向 物业和股票都受地方或者城市的经济影响 这方面我会将世界各地经济的分析 放在各地经济分析这个playlist 而REITS的分析也有另外一个playlist 去摆放 那至于如何分析股票呢 大家只要去描述欄或者playlist 看价值投资系列一共10个短片 如果只想看关于公司分析的部分 可以由第8个短片开始看了 讲回刚才房地产信托和其他股票组合成一个投资组合 多理想 这个在未来会不会持续呢 首先我们看这个图可以见到 标准普尔指数这26年里面的累计回报 如果在1994年投资1元 去到2020年就升值去到14元 跟着这个图呢 是各种不同房地产信托类别的累积回报 再随以S&P的累积回报 如果这个数值大过1 就是说去到那一年 投资在这个累计的REITs 累计回报是高过S&P的 但是如果数值小过1 累计回报就低过美国整体股市了 这个图里面用虚线或成的累计 在26年里面回报是被S&P高的 包括护理、住宅和工业、物业 而用实线画的回报就被S&P低了 包括办公室和零售物业 护理类的房地产信托 就当然是受益于人口老化这个趋势 那是不是代表未来一定会继续给大市休成呢? 另外住宅类的REITs 相比起零售和办公室物业好啊 就可能是由于我们可以online working 和e-shopping 但是就不可以e-sleeping 那这个现象又会不会在未来持续呢?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各类别的房地产信托回报 被对美国整体股市的回报 在大约2006-2013年这段时段就见顶 跟着就开始下跌了 那究竟这个是不是纯粹由于近年美国股市 股值急速上升所引致 还是有一些实际的经济原理在背后 而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呢? 那这些问题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有!可以留言给我! 而我亦都会在以后的短片尝试一一去做出一些分析 好了多谢大家收看这个短片 如果你喜欢它的内容 多谢你点赞留言分享 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拜拜